反黑箱服貌学生占领立法院已经进入第六天 马总统今天终于出面回应 面对学生的诉求 其实和前一天院长江一化的论点 没有什么不同 马总统呼吁学生及早退出议场 不会与学生当面沟通 而整场记者会只限定三个提问 引发外媒强烈抗议 才在开放提问 但现场有上百家媒体 许多记者举手提问仍被忽略 最后马总统在记者的抗议声中离场 马总统终于出面回应学生 不断强调不貌好处 谴责学生占领不合法 并表示他不会与学生见面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 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牺牲法治吗 我也期盼立法院王院长与朝野党团 能够尽速让福报协议 回归正常议事程序 做最妥事的处理 总统首次回应占领国会 上百位媒体出席记者会 但仅仅开放三个提问 引发外媒大声抗议 好不容易多开放三个问题 也只多给外媒一个提问 再次引发抗议 眼看场面尴尬 马总统还犹豫了一下下 随后发言人上台救驾 总统就在记者抗议声中离场 总统府内记者抗议 场外更是如临大敌 巨马封锁每条通往总统府的路口 限制人车通过 就是担心318学潮群众转移到总统府 如今事态扩大 政府高层出面 却提油救火 事态发展难以预料 新唐人的电视 胡宗翰 柳姿营 台湾台语报导 我请不吝点赞 ning với encic车的电视